舊經濟和舊失業 最近兩年財值都非常高 幾萬億的財值 所以看中長線來說 美元應該都會慢慢回落 不過短片來看 避險情緒都會支持著美元 再談談金價 雖然長期的寬鬆貨幣性策略很金價 但見到市場開始的疫情 有些樂觀一點的看法 美國可能要準備重啟經濟 其他沙漢如果公佈了實際措施的話 金價在大約七年高位 會不會有些明顯的回調呢 如果說遲些疫情真的好 避險的情緒會低了 也不覺得會對黃金 帶來很大的壓力 如果說遲些疫情真的好